完了完了完了车子陷了 哇车子陷成这样了 倾斜好厉害 哇可差点翻了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车子倾斜太厉害了 上一期呢 我在蚂蚁森林 因为我的大蚁导致陷车 由于车子的倾斜角度过大 再加上车子自重 我在尝试了自救的以后 还是以失败告终 这一期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否能够走出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来了一辆大火车 是本地车牌的一个火车 我赶紧向师傅打招呼 请求帮助我 这位师傅仅用了0.1秒的时间 就向我点了点头 真的是太爽快了 大火车呢 前面有拖车沟 但是它没有拖车绳 正好我有 我带了一根25吨的拖车绳 也是本次旅程的第一次使用 快给我揍一条呗 第一次拉车的时候呢 由于我个人的失误 我把排水管 我不是排水管 我的水管 没有放在安全的区域 导致水管被压到前轮里边 把季轮卡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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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挂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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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起开离跃点 再离跃 一直地 这边 再快走 再快走 这边 这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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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当我的车四个轮子 终于又回到了离青马路上的时候 我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了 这些水灭 啊 这些水灭 哎呀 这些水灭 这些水灭 哎呀 这些水灭这么大的水灭 就啦,您到早 好啦,谢谢啊,谢谢啊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我赶紧去车上拿了两包滑子 我想给大火车司机 结果 他冲我按了一下喇叭 一留言 OK 他走了,真的 我都没有来得及好好的去感谢他 我只是说了一声谢谢 再一回头的时候呢 我发现 那个帮我的本地大哥 他们一家也走了 哦,说实话 我的内心啊,特别特别的复杂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 他们看到我现车了 直接下车来帮我 大火车司机也是 直接下来帮我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我的车拖上来以后 大火车司机走了 那个本地大哥 把东西收起来 招呼也没打 他也直接就走了 真的,这个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始终坚信 差一点点就犯了 人在外面走 一定要坚信 世界是非常美好的 好人是特别特别多的 真的 再记录一下 单单,我们差点就要回家了 你知道吗 好,现在车装好了 蚂蚁森林 我们到前面的山 沙丘上看一看 这是我的 谢谢 谢谢 以下